你经常听到结构化思维 结构化思维 到底什么是结构化 怎么样训练结构化思维 ME-C是训练结构化思维的马步 必须得足够的扎实 大家好,我是东东 这是我们一起学习的第21个模型 ME-C 要想你的逻辑有结构有层次 你就必须看透ME-C的本质 ME-C出自麦耿熙巴巴拉明托的金森塔原理 全书其实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ME-C 也只有寥寥的几行介绍 但这个却是结构化思维的修炼总纲 如果你跨书籍搜索关键词ME-C 基本上所有讲麦耿熙的 讲逻辑的 讲结构化的 都会谈到ME-C 你的脑子里知道的各种模型 绝大部分都是符合ME-C原则的 ME-C是什么意思呢 Mutually Exclusive 各部分之间相互独立不重复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所有部分完全穷尽不遗漏 字面意思的理解 就是你要用一套分类原则 将一个整体划分为 即相互独立无重复 又完全穷尽不遗漏的各个部分 训练结构化思维 其实不是要你搞懂ME-C的字面意识 而是要学习符合ME-C原则的分类方法 不同的分类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构 麦根西经常说一句话 没有结构 观点就站不住脚 前面我们介绍了20个模型 它们的内在结构是不一样的 这个视频看完你就懂了 下面我们介绍5种ME-C的分类方法 第一种二分法 男人女人内部外部主观客观国内国外开源节流 都属于二分法 怎么减肥 策略是管住嘴 卖开腿 减少涉入 增加消耗 这就是减肥的本质逻辑 第二个过程法 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或者流程进行分类 事前事中事后 项目管理的五大流程组 发起规划执行监控结束 这都是过程法 包括我们对客户的销售漏斗的管理 也是过程法 第三种就是要素法 按照组成整体的不同要素进行分类 比如说公司的主子价格图 前台中台后台 再比如什么战略分析的3C模型 营销4P模型 波特5L模型 6.4个帽 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 都是要素法 第四个就是公式法 只要公式成立就符合ME-C 比如销售额等于静电客户数 乘以购买率乘以客单价 不同的部门其实收入公司是不一样的 打法肯定也不同 A公司客户主要来自销售自拓 那新购业绩就等于 成熟的销售数量乘以提案数量 乘以提案成交率乘以客单价 那B公司的客户主要来自市场线索 那这个时候新购业绩就等于 有效线索数量乘以线索转化率乘以客单价 A公司的打法是扑人头并抓有效拜访 那B公司的打法就是 想方设法提高线索转化率 什么汽车4S店 售楼数电销部门 网销部门 面销部门 虽然说都是销售部 但是各自的收入公式 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那第五个方法就是 矩阵法 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常见 你见过很多的四项线图 都属于这一类 本质上其实做两次二分法 比如说时间管理矩阵 安索夫矩阵 人才盘点矩阵 风险管理矩阵 都属于这一类 方法不难 难在你选择哪两个维度 比如说公司的员工 你如果按照新员工 老员工高学历低学历 这样去划分也行 就是意义不大 但是如果你按照能力 和态度两个维度去区分 这个时候 它的指导意义就大得多 学了这么多方法 能不能用 能用 来一个例子 全部带走 我曾经负责一家公司的 培训工作 从零到一 如何开展工作呢 先用二分法 培训分为 外部对客户的培训 和内部对员工的培训 其实内部对员工的培训 还能再次用二分法 就是分为 纵向的能力升为 和横向的能力复制 然后就是要素法 培训内容 可以分为经典的三大类 ASK Attitude Skill Knowledge 态度 技能和知识 业务技能 按照销售流程 又可以进行分解 获客 提案 成交 维系 分别去开发不同的课程 这个就是过程法 到了开发课程 就需要资深的业务骨干 或者经理去配合 这个时候 就可以用到取证法 我可以按照一个意愿 和能力 两个维度去拆解 动员那些既有意愿 又有能力的骨干经理 去开发课程 对于有意愿 没有能力的骨干 咱们就从旁协助 确实很多一线的业务人员 他不擅长写PPT 也不擅长开发课件 好 那到此呢 课程开发完了 然后就上课了 培训效果 等于 讲识能力 乘以课件质量 乘以授课形式 乘以受众学习的意愿 那基于这个公式呢 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提升你的培训效果 这个呢 就是公式法 到此 一件事 从分析到规划到执行 都在用结构化的思维 无种方法还都能用上 相信你稍加练习也可以 好 讲到这儿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前面讲过的20个模型 你就能看出这些模型的本质区别 比如说乔哈里窗 它是矩阵法 I型存在感模型呢 就是要术法 PREPSCPBIC 这个属于过程法 麦肯锡信任公式 那这个就是公式法 掌握这五类mec的分类方法呢 你就能有效的训练自己的结构化能力 但是 你还记得前面 知威百战德优谷里面讲到一句话 你想做的 99%的99%别人都做过 你只需要搜索并加以利用 所以呢 你可以先积累前人已经创造的 并且广泛应用的模型 这些模型都经过验证的 非常好用 我们可以直接在特定的场景里面套用就行了 比如说战略分析的3C SWAT 营销角色的4P4C等等 得到的笔记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添加一个标签 你遇到一个好的模型 不要放过 打个标签 打个模型的标签 回头慢慢学 如果你想深入的学习mec这个工具呢 去看金斯塔原理 麦肯锡意识 麦肯锡结构化战略思维 以及李宗秋的课程 有效训练你的结构化思维 没有结构 观点站不住脚 有了mec 模型任凭你挑 好 mec这个工具呢就交付给你了 有用是因为有用 快去试试吧 学一个模型 多一把钥匙 欢迎点赞转发和评论 关注我一起收获更多的解题钥匙 下一个模型见